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奇门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上涨了61.85点 收盘指数来到9905.59点 收在上个礼拜五的最高点涨幅0.63%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1521亿元 而OTC市场更是大涨了1.77点 收盘指数是118.50点 涨幅1.52% 成交金额是372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黄总监 总监台北股市在上个星期五 因为受到了美股连续上涨的激励 而且这连续上涨是代表着贸易战 似乎有一点点和缓的可能性 那么带动的是亚洲股市都上涨 而且亚洲的货币都大幅度的升值 那这一个礼拜能不能延续 因为上个礼拜五美股的下跌 其中有一个因素是苹果的财报当中 似乎对于未来前景有一些隐忧 那么会不会对于台股也产生影响呢 要如何的来看待 对上个礼拜五这个台北股市是出现一个 这个往上拉高的这个情形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上礼拜五的话 其实台股是亚洲表现最逊色的国家之一 就涨幅相对没那么高 对上礼拜五的这个股市来说的话 像包括说像香港股市涨了4%多 那这个韩国股市也涨了3.53% 那就连这个陆股的这个上证A股的话 都涨了2.7% 所以就上个礼拜五的表现来说 其实台北股市表现是相对国际股市 比较落后的 那国际股市为什么会涨成这个样子 主要就是包括说像川普就觉得说 这个中国跟这个美国 目前有可能会达成这个贸易的这个协议 包括说他说到中国到比较急 要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等等的一些谈话 那导致整个亚洲股市听到这个可能会 双方有可能会止战的情形之下 出现一个大涨的情形 但是台北股市为什么会相对比较弱呢 主要就是凤星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苹果的股价 出现一个下跌的情形 那苹果在礼拜五早上 就是台北时间礼拜五早上公布的财报 当然是比这个预期的要差一点 尤其是他对于未来的看法是比较保守 主要他宣布说他以后不会再公布他卖多少的量了 这个让市场是有点担心 那导致说他整个这个晚盘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盘后盘 他就已经下跌了 那当然是在这个美国的正规时间 他跌了大概6.6% 但是如果你以这个他的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之前的这个季线一路以来 他都没有真正跌破 但是这一次又跌破这个季线 而且跌幅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点 而且如果你就短线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头部有云影形成的这个状况 所以对台积电来对整个台股来说 其实压力会蛮大 因为台股大概整个瓶盖占全体的大概40%左右 那另外一个就是就美股来来看的话 美股的这个几大指数 包括说像这个道琼 S&P跟纳斯达克 他这一次往上反弹 反弹到这个月末是这个月线附近呢 就收到这个压制 也就是说上个礼拜五的美股 美股没有再继续往上冲 主要是因为下弯的季线来到了 那目前对台股来说也是一样 目前台股刚好是顶到下弯的这个月线 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格局来说的话 有可能会偏向一个震荡的这个局面 因为在这个美股这个上礼拜五 没办法继续攻 那台股又来到了这个相对的这个月线的高点 再加上说再往上冲的话 上礼拜五收9906点 再往上冲就逼近万点 万点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观察 尤其是之前在这个月11号的那个大黑K线 那个大黑K线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越过去 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 当然是万点是第一个关卡 再来就是说那一个跳空缺口 一万零两百七十点的那个跳空缺口 能不能顺利的越过 目前看起来的话 短线似乎是没有这个条件 那我们如果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这一波往上涨的过程中间 到底是谁在买股票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话 这个当冲当数是不断的往上攀高 尤其是在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当天的成交量是1539亿 但是那一天的这个当冲量是史上最高 98万张 98万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像我们看到说像之前 这一波一路往上涨的过程中间来说的话 包括说像反弹的第一天 就是上礼拜的10月31号那一天 他的当冲量就已经来到七十几万张 然后礼拜四也是73万多张 然后礼拜五爆出了98万张 也就是说这一次在往上涨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 就是当冲当冲量非常大 那当冲量这么大的情形来说 过去没有说什么当冲可以见到底部的 不是 是要你要中期的买盘进来 才能够见到底部 所以就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为什么一往上涨 我举一个例子 像大家可以看2327国聚上礼拜五的这个走势 他就是一个戏剧化的一个走势 开的这个开高盘 一度点到几乎是涨停板 结果尾盘收黑 收黑大概下跌了1.5块 你就知道说这个上下涨跌幅度这么大的情形 就是当冲非常热 所以国聚在上个礼拜 爆出了47000张的一天 当日最大量 可是里面的话有34000张都是当冲量 所以你觉得上个礼拜五的那个量 1500多亿 里面有一些可能很虚 因为是当冲所创造出来 而并不是真的低进的这些买盘进来的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涨的过程中间 全部都是在当冲 当冲的话当然你短线上 有可能会激励股价往上冲 这个量会很比较大 但是这个其实没办法当成是一个中期底部落底的一个讯号 我觉得这个讯号还没有 这个我会把它认为说 这可能是这一波的第一只脚 那这个礼拜的话可能有可能会再回撤来 撤第二只脚的情形 那第二只脚的话 当然大家看的就是不要当冲量这么大 最好当冲量是小一点点 然后量能够伴随着它慢慢的萎缩沉淀 以目前上礼拜有15000亿的这个量来说的话 最好能够量缩到1000亿左右 然后在这边量缩震荡 观察就是当冲量不要这么大 当冲如果是少一点点 大概如果是能够降到像这个 这一波的这个最低的 大概月末是大概50几万以下 甚至更低一点点 然后是这个中期的买盘回归 那这样就有利于整个盘市进行一个比较大幅的震荡 否则大家就是短线来进出的话 很容易受到所谓的贸易战 如果假设又谈不容 然后美国又这个所谓的 它的其中选举不预期 或是怎样风吹草动的时候 这种短线的 它没办法构成一个坚实的这个底部 所以这个就不够稳定 对就不够 大家一定很快就想要跑 所以这个礼拜可能会回来测一下之后 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只脚之后 可能那个中期的买点 就会在那个地方浮现 那以现在的情形来说 我刚才讲到 第一个当冲量要减少 最好是那一天50万张以下 再也就是成交量能够缩到1000亿左右 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两个讯号 如果这两个讯号出现的话 那或许另外一只脚就有机会在这边成型了 好 所以上个礼拜的上涨 并不能够让这个整个10月的阴霾过去 所以11月 其实它还有它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月线的压力 然后万点的心理关卡 最重要是10月11号的那一个跳空缺口 其实至今没有办法回补 所以这连续的压力之下 要一口气突破有点困难 那如果这一个礼拜有可能需要再整理 就拉出第二只脚的话 要怎么观察它那个底部确立呢 对 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往下拉回的时候 现在因为现在是在一个下弯的这个月线的位置左右 那下档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下档确切位置在哪里 当然前一波的低点9400最好是不要破 那下来的话量缩 然后伴随着这个当冲量减少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这是大盘的看法 那如果以个股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几个族群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个PCB族群 其实它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中间 它是相对整个大盘跌幅比较少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到包括说像嘉莲16153的嘉莲 我们很久没有提到它的 还有这个先锋等等 它其实股价已经慢慢的有一个底部形成的这个味道 大家现在可以去找 所以底部已经慢慢的出来 最好是有一个W的形状的 这样子会比只有一只脚的可能要更好 大盘现在只有一只脚 可是如果个股已经整理出两只脚的 它可能是领先的 那就是它已经构成一个中期底部了 那或许在整个大盘反弹的过程中间 它有可能会是下一波的这个主角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看 那另外一个有一些像传产股 它是从高档开始往下补跌 譬如说像前一阵子很夯的航运股 它在上个礼拜的跌幅就比较重 那往下跌的过程中间 或是之前比较强势的像塑化股等等 它是刚刚往下跌 这种刚往下跌的过程中间的话 就先不要去买 你可能现阶段的话可能是电子股会比较好 那电子股当然第一波弹的幅度 上个礼拜是一些涨价概念股 那这个礼拜的话 如果这个瓶盖在这两天有拉回的话 我觉得这两天的瓶盖 或许也有机会出现一个反弹的走势 但是大家切记 这就是反弹的走势 那真正中期的底部 或是中期的买点的话 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 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 等待中期买点出现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财经专家 黄世聪黄总监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